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贝便当 快乐健康 哈喽 各位小宝贝 你们好 我就是你们的便当叔叔 我叫Jeff 陈浩然 每一位小宝贝看到爸爸妈妈 下厨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闷 想帮忙又不知道如何下手 没关系 收看我们这个节目 宝贝便当 主要就是教小宝贝们 跟爸爸妈妈一起下手做便当 享受下厨的乐趣 那每一集呢 我们都有一个小宝贝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他就是非常帅 跟我一样的这个尖尖的发型的 这位小宝贝 他就是 London Beach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London Beach is falling down My bad lady OK 好 那今天我们的主角呢 就有这个 玄瑄 玄瑄几岁啊 Come on 几岁 五岁 五岁 OK 那今天我们做的就是这个 ABC意大利面 来 我们讲一下 意大利面有什么 Dometto Dometto 中文叫什么 番茄 番茄 好 萱萱 我告诉你 番茄家族里面 一共有三个兄弟 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那番茄呢 他就是大哥 番茄的弟弟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番茄 番茄的妹妹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番茄流 便当叔叔 你的消化很冷 好 那今天我们要做这个 ABC意大利面 我们要准备去摘 这个Dometto Dometto是在树上 还是在地下的 在下面那边 不过它不是在这边的 不是在这边 在哪一边 后面啊 刚才我们跑那边看到 看到 看到多大的 这个番茄 很小粒 很小粒 这样大利 这样大利 它这样子 罢了 这样多大 你这样 这样罢了 对 就是这些樱桃番茄了 好 等一下我们就去摘这个 这样大的这个Cherry Tomato 好不好 樱桃番茄 Ready Let's go Yes 出发了 听说这里的番茄 可以直接采了哪来吃 我也好想吃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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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辣椒 扁扁扁扁扁 对 这么奇怪 这个辣椒这么扁扁扁扁扁扁 我们不如问我们的园主 Mr Lee Hello 为什么这个辣椒 它不是尖尖的那一种 不过要问他爸爸才知道 开玩笑 他一出事就是这样的样子 我也不知道 这种辣椒是辣的吗 还是不辣的 他看天气的 怎么说 因为它的那个辣度 我们试过几次了 其实我们都还不是很清楚 它到底是怎样 有时辣有时不辣 有时不辣的时候 你吃下来 它是有在甜椒的味道 就是灯笼椒 对 可是一辣起来就很恐怖 这样这个算是可以摘下来吃的 可以 这个可以摘下来的 只要是红透了就可以摘 便当叔叔 我们要找的是番茄 不是辣椒 你赶快跟浩勋宝贝找番茄吧 不然番茄很快被别人采完了 那今天我们做的这个 这个材料比较特别的一点 因为材料有什么 我的名字 真的吗 哦 材料里面有萱萱的名字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到底会做出一道 怎样漂亮的材料 另外还有 听说有特别的形状 还有什么形状 鱼 哦 有蝴蝶的这个材料 你看 还有很多 番茄 你找到什么了我们 番茄 番茄 你准备好了吗 是 好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番茄达人 这个番茄达人 大声一点 一 二 三 这个番茄达人 他就在我们的右手边 你好 来 Mr Lee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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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先问 Mr Lee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是小的番茄 对不对 是 Cherry tomato 为什么它是有这个绳子绑着的呢 因为它要这样才可以长得好一点 如果不是它不在泥土上面 它就会容易生病 然后不能结果了 好 好 浩寻宝贝 你在地上找到什么好玩的东西了吗 Mr Lee 这是什么虫 你不怕学下来 这个叫 行军虫 什么 行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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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逗一栋 你好 便当叔叔 浩宣宝贝 怕怕 我们放它回家了 那我们来到了这个番茄果园 当然是要尝一尝新鲜的番茄 来 我们先问Mr Lee 哪一棵是我们可以摘的呢 这棵 来 你给薛薛 去 我把葱花园 葱花园 厉害 这样 好 因为我们在游积农场 所以都没有农药的 可以现吃的 对 好 擦干净一点 擦干净一点 你戒衣服还可以吗 你要不要 我试一个 很新鲜 不过带一点点酸 是 因为还没有熟 还没熟透 好 我要试 好 好 所以鼓励所有家长 得空的话 就带小朋友多来这个果园 第一 可以让他们尝到新鲜的这个蔬菜 另外就可以给他们 很好的这个教育 因为我们也听说过 番茄是很容易生病的 对不对 是 为什么呢 尤其是我们 因为是中有机菜 我们不能用农药 番茄其实它的葱不多 葱还不多 可是病很多 比如讲好像这一棵这样 如果我们不 它不够装的话 它就会生病 生到这样黑黑 它就不能采了 这就是生病了 对 他生病了 要看医生 对 Mr Lee 你看医生 这个没有医生 看 我们准备要做我们的 ABC意大利面 你准备好吗 是 准备好 谢谢Mr Lee 好 便当叔叔和浩玄宝贝 我们要多采一些番茄 回去给浩玄妈妈 这样才能够煮出 好吃的意大利面 你们两个不要再玩了 赶快把番茄拿回去厨房给妈妈吧 这樱桃番茄的颜色好美哟 番茄 番茄洗光洗温 但是不耐强光和高温 容易中病毒 难种植管理 它含有番茄红素 能够预防癌症 同时它还有维护皮肤健康 强化骨骼的功效 只不过番茄不适合空腹使用哦 宝贝店当快乐健康 待会广告回来 浩玄宝贝也要跟妈妈 一起做好好吃的意大利面 所以千万不要走开了 宝贝店当快乐健康 刚才就和这个帅哥 宣哥我们的宝贝 已经拿到了我们要的番茄 要准备做我们 要做什么呢 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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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我们的这个 萱萱的助手就是 萱妈妈 你好 大家好 香菇 我们要做之前呢 萱萱 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 注意卫生 我们要先这个 这个叫什么 洗手 洗手 来 还有穿上这个 我们宝贝便当特制的围机 ABC番茄意大利面 需要用到的材料 包括 一粒洋葱 适量意大利面 三粒番茄 五颗蘑菇 适量石油 适量肉碎 适量意大利面酱 一颗水煮蛋 一片生菜 适量字母形意大利面 两根香肠 和适量蔬菜 厨房用具则需要用到 小刀 砧板 锅子 小碗 平底锅 锅成 剪刀 模型工具 汤匙 叉子 筛网 和小夹子 好 我们的宝贝萱萱 你知道这个 SPAGETTI怎么来的吗 不知道 好 就让这个便当叔叔告诉你 意大利面的故事 早在古罗马时代 意大利人就已经会做面条 罗马帝国为了解决人口多 粮食不容易保存的难题 就想出了把面粉揉重团 擀成薄饼 再切条晒干的妙计 从而发明了著名的美食 意大利面 而且据说 就连现在我们用这个叉子 也是当年为了吃意大利面而发明的 很厉害吧 我们现在要开始做我们这个SPAGETTI了 那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先切那个洋葱 切洋葱 来 再次提醒所有的小宝贝 记得当你要用刀 或者接近我们的煤气路的时候 一定要确定 爸爸妈妈在身边去管理器 帮忙你好不好 好 还要问一下 萱妈妈还有什么其他东西 我可以帮忙的吗 你可以帮我把那个意大利面 放进水里面 好 十分钟 好 之前呢 我们也将这个番茄 放在这个沸水里面 就烫熟了 因为呢 这样就方便我们将那个番茄的皮剥掉 好 这么快就将番茄煮熟了 你看 浩萱宝贝好乖 再帮妈妈妈一起切洋葱 方便等一下烹煮 便当叔叔需要帮忙 请萱萱宝贝过来好吗 来 萱萱宝贝 好 我们今天要做 其实意大利面有很多种 OK PASTA 还有SPAGETTI 也是算是意大利面的其中两种 萱萱你要放哪一种 这种 还是两种都要 好 来 倒下去 我倒这个 你倒这个好不好 来 准备 一 二 三 小心 好 完成了 好 做得好 连便当叔叔你也一起来动手帮忙了 看来意大利面很快就能完成了 蘑菇切成小骨 没错 将蘑菇切成丁状 方便宝贝进食 好 妈妈现在就将这个已经熟透了 番茄剥皮 接下来做什么呢 放油 放油 Go 全部洋葱 直接给你锅 然后轻轻地搅拌 好 好 香吗 这个辣的 辣的吗 洋葱 好 还要放什么 妈妈 那个 芝麻 放下去 参当叔叔的工作真的不是很容易的 你看 一方面要照顾我们的这个洋葱 我们的意大利面 一方面要小心我们这个洋葱 还有我们的蘑菇 好 好 这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 已经做好了 要先加 就去掉它的水 对不对 对 好 来 妈妈在这边 我帮你处理这个意大利面 变当叔叔 辛苦你了 浩勋宝贝好厉害 她被主动协助妈妈 难道她长发之后想要当厨师吗 这全部 剩下 不用用 我给你多一点点 好 我们意大利面已经大功告成 还需要其他的这个材料吗 就是等这个姜淋下去 好 刚才你们添了什么没有跟我讲 肉碎 肉碎 鸡肉碎 然后接下去我们就将这个 意大利酱倒下去对不对 对 小心 好了 好 好 冠杰拿过来 是的 宝贝 我骗子的助手 要丢下去吗 要 好的 一 二 够不够 不够 三 四 还要不要 够了 谢谢 宝贝很难服事 有没有 可以剥鸡蛋壳吗 好 好的 然后其实你烧水要做什么呢 对了 我还有香肠在冰厨里面 香肠 可以请你帮我拿出来 很可爱 好 因为之前我们就讲过了 我们这个非常特别的意大利面 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它有小萱萱 就是我们宝贝萱萱的这个名字在里面的 这是英文字母的意大利面 对 然后我们就从中选出了宝贝萱萱的名字出来 对不对 好 一个个来吧 要全部 一起来 小心 好 好 然后 上 好 将意大利面放入便当盒 待会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咯 广告回来啦 接着我们可以把刚煮好的意大利面酱 倒入便当盒中 你看是不是很丰富呢 当然还可以加入Parsley 这样意大利面就会更加美味了 八爪鱼的香肠已经好了 那我们问一问吧 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好 拿出来 这边呢 我们就将这个萱萱名字的这个意大利面 拿出来 来 我们看一下 看到一些英文字母吗 哇 真的是字母意大利面呢 好特别 不过我很好奇 浩萱的妈妈 为什么要这样来戳鸡蛋呢 到底要用鸡蛋来做出什么造型 看有没有小鸡蛋里面 水煮蛋已经熟了 还可能有小鸡吗 好漂亮的鸡蛋 好漂亮的鸡蛋哦 当然 除了鸡蛋 还可以放入宝贝喜欢吃的其他配料 这样便当就能看起来更加丰富啦 譬如我们可以用香肠做成巴爪鱼的样子 你看是不是很可爱呢 再来我们就将浩萱宝贝名字的字母型意大利面放在上面 这样宝贝吃便当时也会特别开心 看这可爱的AVC番茄意大利面就大功告成了 颜色好鲜艳哦 我们宝贝便当在这里要提醒很多的父母 当我们提到这些小宝贝的娱乐呢 就想到大家去玩电玩 给她这个手提电话 智能电话 还有就大家看电影 或者是 你最喜欢玩什么 你跟我讲 你什么喜欢卡顿 你喜欢看电视对不对 喜欢什么电视节目 看Mangeli 对 我们想到小宝贝都让他们看电视 千万不要忘记 其实最好的娱乐呢 就在家里跟他们做一个爱心便当 创意便当 增进彼此亲子的感情 宝贝便当 快乐健康 今天很开心 因为我今天清晨有小小的番茄 很开心 可以带着我的宝贝儿子浩萱 上来进马轮这里参与拍摄 所以今天整个拍摄过程虽然有点累 不过很愉快 好 现在就让大家一起来回顾 ABC番茄意大利面的制作步骤吧 首先先将意大利面放入沸水中煮10分钟 煮好后就放入小碗内备用 之后将洋葱切成冰状 还有蘑菇也一样切成冰状 而番茄则放入沸水煮熟 之后将外皮剥掉再切成一块块 接着就将洋葱粒爆香 然后再加入蘑菇粒 放入肉碎一起炒香 材料爆香之后就倒入番茄酱 还有切好的番茄 然后将待会用来摆设的字母形意大利面 和香肠放入沸水中煮熟 捞起来放在一旁备用 把普通的意大利面倒入便当盒内 然后加入刚煮好的意大利面酱 将煮熟的鸡蛋剥壳 用模型工具做小肌孵出鸡蛋的模样 好可爱哦 而香肠则可以做成八爪鱼的样子 最后加入字母形意大利面和蔬菜做摆设 这ABC番茄意大利面就大功告成了 这色彩缤纷的ABC番茄意大利面 是不是看起来很美味呢 所以家里的宝宝妈妈和宝贝们 赶快一起动手做吧 下个星期我们要带宝贝去挖番茄 做番茄汤圆了 要记得手感哦 宝贝便当快乐健康 再见啦 太阳了 安年夏月十五 快乐健康 多么快乐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